对 谈了三年 对 现在的情况是异地恋 算是吧 现在就是我前段时间回到老家 因为我实在是受不了他了 本来可以不异地 你非要异地 是不是你自己自找的 就是我在他面前 永远都是这么憋屈 他就每天都在变着法地控制我 我做什么都是错的 然后他做什么都是对的 容老师你也没有做什么对的事啊 你举出五个例子 你做过什么对的事儿好吧 你举出五个例子来 你别把头低着 你举例子啊 我帮你找啊 来爱宝算不算对 算 算对的吗 对 一个哈 身材保持得很好 算不算对的 他没保持 他就是吃不胖 爹妈给的这个容颜很好 但是人家保持住了 算不算对的 他之前比这好看 没保持住 天哪 真厉害 反正就是我在他这儿 就是啥都不行 比如说 就我们上学那会儿吧 夏天咱们就喜欢穿短裤 穿拖鞋出去嘛 人家就说我 说什么穿得邋遢 然后说我不剪点 说穿给什么别人看 怎么怎么样 说给他丢人 本来就是 老师您不知道 那是在学校 对吧 在学校不都穿短裤吗 对啊 我们学校不让穿短裤 进到教学楼内 不让的 我没有进教学楼 我就是在校园里 老师那您看 哪个正经男孩没事 穿个短裤到处溜达 然后还穿双大塌落板 那塌落板上还都是你 一 二 三 四 四个不正经的男人 夏天我们都穿个短裤 穿个塌落板啊 不是 主要您身份和他不一样 他就一个学生 那还不在外形上 他就能注意一下自己 不是 我们这意思就是我们 许诗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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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 您跟他身份不一样 你可以不介意 他应该介意 这个 这说得也对 你男朋友嘛对吧 然后 你就真不穿啊 他就是你都是不能穿 这个就是小事 我都无所谓 小事 那他说了我就穿长裤嘛 我去洗澡的时候 事儿我们都穿个短裤 穿个脱鞋子去了 然后我就得 巴巴地套着长裤去 人家都觉得我傻 对 这个我可以理解 我都在事物面前 都觉得有点丢脸 这个我可以理解 就是你要求一绒一表 没问题 那我想请问的是 为什么一个男生 穿短裤就是不检点呢 篮球运动员不用说了 那要是跳水的 那就是完了这个 这怎么就不检点了呢 不同的职业 人家是这个对吧 我都表示尊重 但是他是我男朋友就不行 为啥 你自己跟人家说吧 你都干什么事了 我的天 我没干什么事啊 就他就不和那好的学 他们室友天天穿短裤脱鞋 他就也那么去 我说你不要那么穿 我说最起码 你稍微注意点形象好吗 你不要说你穿个大短裤 大拖鞋 人家一照面一看你 人家就觉得你不行 其实 最起码你现在你这样的话 你穿得像样点 人家接触了才知道你不行 你要不那么一穿 人家就觉得你不行 其实这也是小事 小事 就穿着嘛 然后我以前也没染过头发 我说这想着 好不容易上大学了 自己去染回头发吧 我妈也不管我了 然后结果 跟他一见面 给我痛骂一顿 非要拉着我 去把我染回了黑头发 我就特别不能理解 这是为什么呢 我染个头发 是不是因为头发的发色没选对 没有 我染的是棕色 那还好 对啊 为啥不让人染 因为他染头发 没有提前和我说一声 也没有说问我喜欢什么颜色 他就自己擅自把头发给染了 然后我说你怎么不提前跟我说一声 他说我染个头发用跟你说吧 我说那不行 你以后这种事必须要跟我说 我同意了你才能做 我不同意 这次我给你染回来 下次你就等着剔秃吧 而且他染棕色 他说他自己喜欢 万一是别的女生喜欢看的 他怎么不问我呢 那你要问您的话 您让他染什么色呢 我不让他染啊 我问他 我问他 他肯定就不让我染 在你那儿只有不 什么不行 不可以 我有好委屈 你这样你就是不剪点 就对吧 你去勾引人家小姑娘去 我去哪儿勾引小姑娘 我自从跟你在一起 我还敢参加学校的活动吗 那天我在她宿舍楼下等她们 等她准备一起吃饭 然后就有个大一的学妹 估计是刚去 然后也不知道食堂怎么走 就问我 那我就给她指 然后结果人家正好下来了 就过来蹭一顿我 那天中午 人家进食堂去吃饭去了 然后给我料在食堂外边 说让我站在食堂外边反省 他自己什么定位 他自己没搞明白 自己有女朋友的人 然后跑去给别的学妹指路 他什么意思啊 他怎么不问别人 就非问你 他又没干嘛 那他不会拒绝吗 他不会拒绝说 不是人家又没说 帅哥我们俩交个男女朋友 他可以去 人家说 我也没有做任何 同学请问食堂怎么走 你让他怎么拒绝 这种搭讪性质的 他都应该拒绝 因为他有女朋友 那您给一个规范的答案呗 他应该怎么拒绝 就往前走 就不搭理是吧 对 哦 装聋作哑 不是真的就无奈 就是 好可爱 反正就是在学校 这都是小摩擦 就后来我们就毕业了嘛 我俩在河北上的学 就一起在河北找实习 找工作什么的 别 那是你找实习 我早有点工作了 然后那段时间 就是因为他机会比我多嘛 然后他就老让我 跟着他去应酬 给他夹菜 倒水 拿东西 上厕所补妆 跟在屁股后边 就干点这些事 助理啊 差不多吧 老师您还是太抬举他了 他这样当助理都不合格 不 真的 咋了呢 咋不合格 你怎么不说把我那粉饼 还给我撤了呢 再说我带你去那些 我说想让你认识一下 我的朋友 我的朋友哪个 不比你朋友强 你那些朋友 我都不认识 我都不想跟他们交流 你看你就是不上级 你跟人家搭个话 就搭上了呗 那我那次跟你说 我说我自己去聚会 你怎么也不让我去呢 那都什么胡鹏狗友 往大排档一坐 然后吃那垃圾食品 然后在哪还 打野 打野上 打野上 打野怎么不上呢 看你一向打野 你的朋友就游秀 我的朋友就啥也不是 我就问你 你跟他们是怎么着 是能整个工作呀 还是你能获得到什么 你什么都得不到 那我们兄弟们出去了 那就是那点事 那还能干什么呀 那所以你要远离 你那些兄弟和朋友啊 你就不能和正常点的人交往 不是 不是齐老师也打野 对吧 打个游戏嘛 大学男生在一起 对吧 吃个大排档 打一会儿 然后各自奔赴前程 不是挺好的吗 咋不行呢 关键是他那帮朋友 都没找到工作 我正常的交友 他都给我屏蔽了 你愿意呗 你就不反抗个啥的 跑啊兄弟 大长腿跑 我跟他吵来着 就不管用 后来我就想着 我自己就是也找工作嘛 有的面试其实还挺好的 一回来到他这儿就是不行 要不然就是给的钱少 要不然就是离咱们住的地方远 反正就是 什么理由都有 就是不能去 跟你看那么低 那你还不如去我朋友那儿呢 最起码人家还能关照一下你 你朋友 你永远都在说你朋友 那我就不能靠我自己吗 你靠上了吗 你靠上你自己什么了 我在努力啊 你不让啊 现在大十块钱 有九块钱是我出的 你现在不要跟我这么说话 你吃网硬了是吧 那我之前也找到好工作了呀 那不是你去把我追回来吗 你可别说是我把你追回来 我那是想跟你说清楚 就算咱俩分手也只有我 跟你说分手 没有你跟我说分手 就那次我们俩 因为投简历什么的这种事 大吵一下 然后我也特别生气 就因为那段时间 我正好有一个工作机会 是去北京的 好 本来还在考虑就是我要不要去啊 就想着他这个 去没去啊 我去了 好啊 我后来一气之下 我就拎包我就去了 反正我也没跟他说一声 我工作了两礼拜 他追过来了 把我从公司楼上薅下来 大吵了一架 然后拿分手威胁我 说什么明天我下班之前 见不到你的身影 我们就什么再也不见 怎么怎么样的 那我没办法 我就又跟他回去了 就当天就回去了 当时就回去了 哎呦 你好歹拖到明天 那个点儿再去啊 哎呀 你真是 我当时 他当时就可凶了 然后就说的 我就也有点懵 老师您是不知道什么情况 他是自己 连招呼都不打 直接去北京了 我一天给你打三个电话 我抽空给你打 然后你不接 那我当时也生气啊 就是你现在连我电话 都敢不接了是吗 是这意思吗 我当时就是不想接 说得好 硬气点 而且我告诉你 就算分手又只有说 我说我跟你分手的份儿 没有你说你跟我分手的份儿 懂了吗 我们要是说了你怎么着吧 就是我跟他分手 根本就分不了 我也跟他提过 然后我也走 兄弟 你想不想分 你先告诉我 你想不想分 没有走不掉的 听不下去了 我走到哪儿 还追到哪儿 不是 主要是你没有脑子的 你跑到那地方我都能找到你 况且我就是想说你给我个说法 你别在这儿不明不白的 反正就大不了就是一忍吧 就就过来了 忍 从北京回来了以后 然后人家就说你这什么都干不了怎么怎么样的 那你就在家给我做饭吧 你做饭你做明白了吗 然后我就变成家庭主夫了 他每天出去工作 我每天在家给他做饭洗衣服 我都说了你要不想做饭我可以点外卖 那你这锅整明白了吗 我早上五点我就要出去 我工作完我下班九点 然后我十点将近十点我到家 然后我看人家打王者 那我不每天都做得挺好的吗 我就那一次 我就那一次没做好 你还问我几次 我那次是身体不舒服那天 然后我就说那我打会儿游戏等会儿他吧 我说等他回来一起点外卖 俩人一起吃饭 结果人家回来以后一看我打游戏呢 就直接拽着我把我手机给摔了 直接给我痛骂一顿 说就是怎么不做饭呀 什么每天白养你 怎么乱七八糟的 本来就是你自己动动脑子 我回家是不是想吃一口热乎的 然后你就不能把外卖先点了 等我回来之后你热一下吗 非要让我看到 那个餐桌上什么都没有 他当时不舒服 他哪儿不舒服啊 他说了他不舒服 不舒服打游戏 打游戏是要吗 行吧 反正那天也就那么着过去了 人家点了人家自己的外卖 让我看着 我这是要气吐血你知道吗 就后来也就又过去了嘛 对啊 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可以用我的钱给咱俩点外卖 但是如果你要说在那打游戏 不管我的话 那只有我自己吃的 没有你吃的 行 我的生活的全部就只能你支配 你就说你自己哪件事做好过吧 我做好的你都看不到 举例子 举例子 比如 我游戏打得挺好的 你游戏就要打得好 我身边比你打得好的人多了去了 我不跟你扯这个了 老师每次他就是觉得自己没理的时候 他就说不跟我扯这个 然后 不就是因为喜欢你才让的 反正 后来就他就觉得我连个饭都做不了 然后人家就开始让我 就是每天跟着他 干啥 就又沦为保镖 沦为保姆了 就是拎包打水 就这种角色 就是跟着我工作 因为我是做活动执行的 然后可能会对接客户 然后包括说跑一下现场 然后盯一下搭建什么的 我弱弱地问一句啊 就是您一个月这个 到底能挣多少钱啊 我兼职就主业加副业 就是大概的话 平均一个月1.5个左右 1.5亿 1.5万左右 哎呀 他给你开工资吗 不开 你做我助理 我给你开工资 我保证不说你这不好那不好 但是他确实不好老师 你用用他就知道了 我愿意 我愿意 八小时工作 朝九晚五该下班下班 就是个唯唯诺诺的 你父母见过他吗 见过 喜欢吗 反正评价中等吧 也没有说特别不好 你见过人家父母了吗 没有呢 就是他见过我妈了 本来我们俩谈的是说 我跟他一起回去见我妈 然后结果他说 他过两天有工作 然后就自己 私自订了机票 然后直接通知我妈 让我妈过去跟他见面 然后他订好饭店 直接去 去了之后 都不让我妈说话 他自己在那呆呆呆说一通 特别不尊重我妈这种感觉 首先你去说 我跟你一块回山西 我拒绝了 我说我有工作对吧 第二点 不要说我不尊重你母亲 我给他订的专车 然后给他订的头等舱对吧 酒店我也在咱们 承受范围之内 我订的最好的 我怎么算尊重啊 我非得包一个机 把你妈妈接过来是吗 况且在桌上我说的都是一些实话 就像今天我说的都是实话 对吧 我妈要的是这些东西吗 我妈要的是咱们俩的那个态度 是咱们小辈一起回山西去跟他见面 你说咱们俩去山西 这合适吗 怎么不合适啊 我第二天要工作 这不往进来就是这样的呀 哪有说婆婆敢过来见儿媳妇的呀 我第二天要工作 你有考虑过我吗 再说了 你父母在山西老家有什么事吗 也没什么事吧 让他们来一趟 然后再回去 我尽量给他们安排最好 不可以吗 你的世界就是只有你自己 别人都不重要 不是 你妈干嘛来呀 那我妈就是村里的人嘛 她就想着机票也挺贵的 什么乱七八糟的 她就心疼这些东西 哎呀 这老太太来了这心里 就其实我平常自己 在她这受委屈就算了 那我妈都来了 然后她 她跟你妈说了什么话 对我妈的态度还不好 他们谈了些什么实质内容吗 姑娘 我就跟阿姨说 我说那个让年儿子 跟我一块回东北 然后我家那边的话 房和车就是 对就是让我入坠嘛 近一年都可以准备好 她的意思就是跟我妈说 让我直接嫁到东北去 我原话就是说是 您儿子这边 就是目前还没有工作 如果您这边考虑一下的话 就是我家那边 可以背上那个车和房 然后可以跟我回东北 然后可以在河北这边发展 有拼礼吧 姑娘 可以有啊 其他的都能忍 但是这个入坠这件事 就是我和我家的底线 我帮你问清楚啊 结婚之后有了孩子 孩子跟谁姓吗 跟我啊 那肯定不行啊 房和车都是我的 我就不入坠 婚礼的钱不用你掏一分 第二个孩子可能跟你姓 看你表现吧 行吗 不是 那咱们两个人结婚 就不能咱们俩努力吗 咱们俩自己努力买房买车不行吗 就非要靠家长 你看那像努力的样吗 你让任老师说 你让我努力吗 你都不让我 我让你努力的时候 你努力了吗 你一个月能挣上2000块钱吗 孩子哥你都得饿死 我现在哪敢有孩子呀 我都看你都害怕 所以今天的目的是 希望我们给你勇气 动争到底 还是说 就是我在底下也跟他说过很多次 但是他永远都不听我的 我就想着说各位老师也能帮我劝劝他 就让他改改他这个性格什么的 你到底让人改性格 还是说你别让我架的黑龙江去 这个是底线 如果非要往黑龙江架的话 那也不可能 如果说这个底线可以商量 然后他的性格可以改改 我们俩我觉得是还可以继续下去 听明白了 听明白了 你听听老师们的意见 好不好 一起进入丘比特文卷 小崔同学 你爱他吗 你爱他哪里 在这里 我选择 我啊 我啊 今天 你一直在喝 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自己可以去社会上找一份工作 但由于他要求你不去 你就放弃 你放弃了你自己手中本来就有的所有权利 这个放弃的背后不是他要求你 是你自己心甘情愿的 一贪泥一样的贪在那里 你以后怎么办 跟着他 他一辈子都给不了你好脸色 所以男生你赶紧从这种 泥泞状态中 把自己拔出来吧 不是说一定要 什么男主外女主内 可以男主内 女主外没问题 但核心是 我们自己得把握自己的生活 你把自己的生活 拱手让给别人 你还有什么幸福可言 离开它是你自立的第一步 别让自己不断地退化 退化到那个婴儿的状态 请你往前走 像一个男人一样 好不好 当你成为男人了 再说去恋爱的事 女生男生不能穿短裤出门 是吧 做我男朋友的话不可以 您这穿的是啥呀 隐隐戳戳的蕾丝 你说他没智商 没情商 出去什么都干不了 你以为这是爱他吗 你以为这是你高高在上 像女王一样的在爱情中 做着主宰吗 你不尊重他 就是不尊重自己 你看不上他 说他什么都不行 这就是你的眼光 因为你不行 你站在这里看起来 特别地不好 你知道吗 你这样去侮辱你的男朋友 侮辱他的同事 就是在贬低你自己 那不叫爱 希望你们各自安好 谢谢 谢谢老师 能告诉我你哪来的自信呢 怎么说话这么斩钉截铁 不行 不可以 我的男朋友就不可以这样 哪来的自信 就一个字 装 你装的自信 你自己做头等舱吗 做过 定做过体验一把 但那不是你的生活 对吗 为什么要强自己所难 去撑这个门面 给他的母亲看呢 要在气势上压倒他 就如同掌控他的儿子一样 为什么不能让他找工作呢 人自己都找到工作了 追过去 让他回来 你怕什么吗 就心态虚呀 你就要把这个人 从所有的圈子中间 脱离出来 不让他有社交的圈子 不让他有自己的朋友 不让他有自己的工作 钱是我给你的 你要不给我准备好饭 你就别吃 这是对待什么呀 别装了姑娘 我们做一个真实的人吧 事业上可以巧 但内心一定要温柔 男生啊 说你不上进 说你没长大 都是在给你找借口 你不明白道理吗 你都懂 你看看你回答他的问题 他说你什么好 我打游戏好 你居然能说出这样的话 你是一个懒虫吗 你不是 那你就做出一个男人 应该有的样子 明白 为了爱 放开他 成全彼此 就这样 好 谢谢曲总 我看到的是两个字 迷失 大学毕业没多久 一万五的月收入不少 值得骄傲 但他不值得骄狂吧 你都狂成啥样了 姑娘 说请人家妈来 我给人订头等舱 住最好的酒店 订一头等舱就可以 挥之即来 呼之即去了 是吗 我们不说爱不爱这个事 说真的 我看不到什么爱不爱的事 我就说一件事 姑娘 就是对错是一个立场 你对他还有善念吗 有啊 我给你打个比方 今天不是你 今天是一个做生意的商人 对着他那个 陪了他十年的黄脸婆说 你吃我的 喝我的 我养着你 你有什么资格 跟我说这种话 你觉得这个男人 是有善念的吗 没有 那为什么你是有的 这话就是刚才你说的 为什么到你身上 你就觉得自己是有善念 所以我跟你说 对错是立场 一个人的迷失 最怕的就是 看不见自己身上的恶意 你也是 你自暴自弃嘛 你以为我看不出来 你到最后就破罐地破摔了 反正你说我不行 我就不行呗 你能把我怎么地吧 你说你凭什么把我妈叫过来 你对她这个样子 你不知道她什么样吗 你不知道她把你妈叫过来 会怎么样吗 你能不知道吗 你把你妈活生生地 迁入到这样的一段关系里面 所以不要谈爱 停下来 看一下自己 这个时候分开一下 该回东北回东北 该回山西回山西 停个半年 回过头来 发现自己的双手可以劳动了 那个时候你才有资格告诉自己 我的人生开始了 否则你现在人生根本没开始嘛 就这样 其实我觉得在爱情这个问题上 谁主动一些 谁强势一些 在未来的家庭生活里面 谁主内 谁主外 真的无所谓 有所谓的是 独立而平等 且有尊严的人格 这是爱情的基础 无独立 无尊严 没有平等 谈什么爱情 什么都不是 倾听你说的话 你的朋友哪一个是有用的 对不起 您称的朋友不叫朋友 那叫利益交换的人 你可以强势 你可以撒娇 都可以 但是你不要侮辱他 你重新修订你的爱情观之后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咱们俩在一起也快三年了 我不想就随便地放手 但是 关于入坠这件事情 真的是我的底线 如果是我非要 入坠到你们家 咱们俩也应该 不会有可能了 我觉得 咱们各自放过吧 各自安好吧 我只能说有些事 你考虑一下吧 其实我觉得 我对你不是一点 爱都没有吧 我在我心里 我还是很喜欢你的 最要命的 就是你把它简单地理解成入坠 不是 而是在这段情感关系当中 不平等 屈辱 你的自尊 你的人格都没了 你还谈什么呀 谢谢两位请回吧 看看这对年轻朋友自己的选择吧 请开门 希望你们把这一段情感经历 当成人生的一个特别好的教材 看到自己身上最不足的那部分 如果你们自己努力了 值得拥有 比现在更好的感情 事业